今天我們要進入到 這個自然演繹法的推論 跟上次一樣 我們其實一開始要進行的是 有關於推論規則的說明 那麼在自然演繹法當中 當然我們很明顯的 跟真值術法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除了 在命題邏輯系統裡面 學到的規則之外 我們還需要處理一個量詞的規則 不過它跟真值術法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說 在真值術法裡面 因為它只有分解的 個例化的規則 也就是說 把量詞去掉的規則 但是在自然演繹法當中 不太一樣的地方在於說 我們這裡會有一個 generation 的規則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通稱規則 所謂 generalized 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把量詞把它組合回去 或者把量詞加上去原來的 formula 也就是說 它其實除了把量詞去掉的規則之外 也有把量詞加上去的規則 這是跟真值術法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來看看 這些規則 首先當然還是幫各位複習一下 我們在命題邏輯裡面 學到的一些自然演繹法規則 因為待會我們還是要用到 所以讓各位稍微喚醒一下記憶 複習一下 首先我們來回憶一下 我們的等值規則 我們等值規則第一個叫 de-mogen law 就是所謂的de-mogen定律 那de-mogen定律是因為 or 跟and 是一個 對偶符號 那這個對偶符號 基本上根據de-mogen律 把否定號加在裡面的時候 or 就會變and and 就會變or 這是對偶符號的一個特徵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交換律 那交換律一樣 我們可以用在or 跟and 都可以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雙重否定律 double negation 兩個否定號 等於是肯定的意思 那再來是我們的手學學結合率 就是說如果它都是or 或都是and 的時候 先計算前面兩個formula 或者先計算後面兩個formula 其結果是一樣的 再來是我們的分配率 意思就是說如果是 5 and Pse or Theta 的話 我們會等值於 5 and Pse or 5 and Theta 那一樣 那如果是5 or Pse and Theta 的話 它就可以變成 5 or Pse and 5 or Theta 這是一樣的 這是distribution 就是我們的分配率 接下來是我們的等值率 我們叫equivalence 意思是說 5 if and Theta 它是雙箭頭 所以5可以導出Pse Pse 也可以導出5 一樣我們在真值數的時候 曾經證過這樣的一個等值 就是5 if and Theta 呢 它會等值於5 and Pse or negation 5 and negation Pse 那這個我們都已經證明過了 各位如果想要恢復記憶的話 可以回去看看 我們在真值數的證明裡面呢 我們在證明規則的時候 曾經證過這個等值 那麼接下來是我們的exploitation 就是5 and Pse 則 Theta 呢 它是等值於5 and Pse 則 Theta 那各位要注意括號的部分 前面的括號呢 是括在5 and Pse 這個部分 那後面的括號呢 是括在Pse 則 Theta 的部分 表示呢 括號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它的演算的順序呢 是很重要的 那麼這個呢 也提醒各位在 這個自然演繹法單元裡面呢 我們曾經證過這個等值規則 所以各位可以回去再 恢復一下印象 接下來是我們的換值換位率 5 則 Pse 等值於 negation Pse 則 negation Phi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蘊涵率 蘊涵率呢是 Phi 則 Pse 呢 它會等值於 negation Phi or Pse 好 一樣 這個呢其實在我們在 前面的這個命題邏輯的真值數法裡面呢 我們其實證過這個等值 如果各位忘記了 可以回去再複習一下 那這個呢也是一個等值的 formula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 duplication 就是從延率 Phi 呢跟 Phi or Phi 或者是 Phi 呢跟 Phi and Phi 呢 其實是一樣的 它其實有語域跟語用的問題 或者是不同的系統的問題 就是說有時候它在不同系統裡面呢 這個規則是不是成立 它其實是有疑問的 那如果各位想要恢復印象的話 也可以再回去看自然演繹法的時候的說明 那接下來是我們蘊涵規則的複習 那各位記得我們在蘊涵規則裡面 第一個是所謂的肯定前項率 modus ponens 就是呢我們把這個條件句 Phi 則 Psi 的 Phi 出現在前面的稱之為前項 出現在後面的稱之為後項 當然在中文翻譯裡面呢 各位可能會經常遇到不同的翻譯 那各位就把它當成一樣就好了 譬如說 在中文翻譯你經常會聽到 很多人把這個叫條件句 所以為了能夠一致化呢 有些人會把這個 Phi 叫做前件 把這個 Psi 叫做後件 其實是一樣的 或者你把它當成這個 一個 formula 的兩個項 然後呢這個叫前項 這個叫後項 其實是一樣的 好 那麼 Phi 則 Psi 呢跟 Phi 也就是說我們都肯定了這個 前件或者前項的這個 Phi 的時候呢 我其實就可以推出它的 後項或者它的後件 就是 Psi 的部分 那這個呢 各位已經很常用 而且這個規則呢 常常出現 所以我希望各位 能夠熟悉這個規則 接下來是我們的否定後項率 好 一樣是一個條件句 Phi 則 Psi 對不對 那它如果是 negation Psi 的話呢 會推出 negation Phi 好 這個各位應該也常用 好 接下來是我們假言三段論 我們一般稱之為 hypothetical Psi 則 Psi 則 Theta 我們可以推出 Phi 則 Theta 接下來是我們的選言三段論 我們選言三段論是 如果我們一確定 Phi or Psi 的話 那麼否定呢 其中的一個選言項 就可以得到另外一個選言項 所以你如果 否定的這個 negation Phi 也就是說呢 Phi 不成立 那我就可以推出 Psi 成立 同樣的如果 確定這個 Psi 不成立 就是 negation Psi 的話呢 我可以推出這個 Phi 是成立的 所以一個選言項呢 它是一個 disjunctive theorem 就是所謂的 這個選言三段論 否定其中一個 就可以得到另外一個 好 再來是我們的簡化率 各位應該覺得很簡單 對不對 因為它就是 Phi and Psi 它是一個連言 所以呢 前項也可以推論出來 後項也可以推論出來 接下來是我們添加率 添加率是 要確定 Phi為真 那 Phi or Psi 一定為真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在 已經確定為真的句子後面呢 or 可以隨便加 對不對 其實在這裡也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個其實呢 常常是用來混淆 對方的一個手段 就是說 因為這個推論很顯然是成立的嘛 對不對 好 可是呢 當我講 Phi or Psi 的時候 其實你其實不知道哪個為真 就好像我在這個 上課長舉的例子 告訴各位說 如果我確定傅老師是男人為真 那我是可以推論出 傅老師是男人 或傅老師很帥為真 對不對 好 那可是呢 這兩句話我們就不知道哪一句話是為真 當我們用 or 的時候呢 它其實就有混淆對方的意思 就說明明你就知道這個真相是什麼 然後呢 你故意加上一個來混淆我 這個其實是 在推論上經常被拿來使用的一個方式 那接下來是我們連言言律 考教訊就是說 我們在推論過程裡面 如果有出現 Phi 出現 Psi 那我們就會得到 Phi and Psi 那最後一個呢 是我們的建構兩難律 就是 Phi 則 Psi Theta 則 Delta 那我們如果有 Phi or Theta 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 Psi or Delta 那這個呢 我們曾經說過 它其實看起來好像不是那麼的直覺 不過呢 它其實在推論上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在之前也舉過例子 讓大家理解 它其實是很自然而然的一個規則 好 那這是我們之前在命題邏輯所學到的 十八個主要的推論規則 那我也提醒各位同學 其實在自然演繹法裡面它有很多系統 因為如果各位 接觸到很多邏輯的書籍的時候呢 其實它有很多系統 那每一個系統呢 這個承認的規則都不太一樣 那各有各的考量 那我們在這裡只是做一個統整 就是把所有系統做一個統整 所以它既不是一個 唯一的自然演繹法系統 也不是一定是一個標準的 或者是說大家都採用的一個 自然演繹法系統 只不過是我們認為它大概是各位 比較容易接受的一些規則 所以我們把它納進來 那所以這個規則並不是自然演繹法 唯一的這個系統 在這裡我也提醒各位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到這個 所謂的否定規則跟個例化規則 那這個部分各位比較熟悉 所以呢我們可以用 這個比較熟悉的這個方式呢 來跟各位做介紹 因為各位之前已經 學過很多這類的規則 否定規則呢一樣是用 QN 來代表 我們對於這些quantifier 就是for all 跟for some 它的加否定號的規則為什麼 好 那我們之前已經 跟各位介紹過了 其實for some x 跟 negation for all x negation 這個其實是等值的 各位只要把它移過去 就知道說原來它就可以變成for some 然後有一個double negation去掉之後呢 就會是phi x 所以呢 基本上這兩個會是一樣的 好 同樣的我們也可以用for some x 來定義for all 所以呢 for all x phi x 呢 其實它可以變成negation for some x negation phi x 那這兩個的inter defined 可以相互定義的這個特性呢 使得很多的邏輯系統呢 它通常會只採取其中一個 作為它的語言的一部分 那另外一個呢 它就會用定義的方式 直接把它定義出來 所以各位如果發現 有一個述詞邏輯語言裡面 只出現一個quantifier 只出現一個for all 或者只出現一個for some 之後呢 各位不要太驚訝 說怎麼老師教了兩個主要的量詞 為什麼它這個系統只有一個呢 其實各位不要太驚訝 很多的邏輯學家為了 把邏輯系統更簡化 把邏輯語言更簡化 其實對於這種可以互相定義的 這樣的一個連接詞呢 就是這些量詞它其實就是 能夠精簡就精簡 所以它會只出現一個for all 或者只出現一個for some 所以 各位如果看到這個的話 不要太驚訝 那另外一樣 如果看到這個量詞前面有一個 否定號 移到量詞的後面的時候呢 那原則很簡單 就是for all 變成for some for some 變成for all 那這個我們之前都已經做過了 那以上各位所看到的 所有的規則 在自然演繹法裡面呢 通通用qn來表示 它不用什麼qn1 qn2不用 它就是全部都用qn來表示 如果各位有用到這一類的規則呢 我們就通通都用qn來表示 ok 因為它都跟量詞的否定有關 那我們全部都用qn來表示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介紹 個例規則 那我們就從全稱個例規則開始 那我們呢 Universal Instatuation 就是我們要把全稱符號去掉的規則 那各位想想看喔 如果有一個跟全稱量詞有關的formula 就像這樣子 有一個for all x phi x 前面出現了一個全稱量詞 for all x 後面的一個formula是 phi x 這時候呢 我對這個x呢 在formula裡面出現的x呢 我要找到一個name來取代它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就是說呢 我這個意思是用某一個name來取代x 那這時候呢 for all x 就被我們去掉了 那這種規則呢 我們就把它稱之為個例化規則 那當然呢 根據我們之前所學到的這個個例化規則 之後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的系統是要保持一致性的 所以我們的規則會跟之前各位學到的 這個限制呢都是一樣的 那它有什麼限制呢 它有限制就是說呢 N 是代表所有出現過的名稱 那也可以說是沒有限制 為什麼說沒有限制呢 如果各位還有印象的話 我們曾經說過在 在做增值數法的時候呢 我們曾經遇過一種題目就是 所有的formula都是 for all x 開頭的對不對 那如果 我們要從 for sum x 開始做的話呢 我們會發現 那如果所有的 formula 通通都是 for all 開頭的 那我應該怎麼辦呢 好這時候我們的建議就是說 好我們就隨便找一個然後帶進去 但是一帶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會涉及到這個存在預設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稍後我們會來提提這個 存在討論這個存在預設的問題 好所以在這裡呢也就是說 如果你發現 所有的都是 for all x 你又想要幫它做 instation 的時候呢 其實你可以仿照 之前做過的方式呢 一樣帶一個 name 進來就可以了 沒有問題 當然在自然演繹法裡面呢 我們也允許你這樣做 也就是說呢 當你是在做全稱量詞的時候呢 而全部的 formula 都沒有存在量詞的時候呢 你就沒有辦法從存在量詞開始做 所以呢 你就可以任意挑一個 你覺得 可以拿來做證明的 for all 的 formula 把這樣帶進去的話呢 也是可以的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存在的個例規則 extential statuation 就是我們一樣 我們如果碰到一個以存在量詞 作為主要算值的 formula for sum x phi x 那這時候一樣 我們想要找一個 name 來取代它 那這時候的 name 有沒有什麼限制呢 我猜應該很多同學都馬上會反應過來 對 這個 name 要什麼 要是一個新的 name 也就是說呢 它必須是一個沒有出現過的名稱符號 也就是說如果在我們演算的過程裡面 比如說 a 跟 b 已經出現了 那我們現在就只能什麼 只能帶 c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這是存在的個例規則的一個要求 就是這個 n 必須是沒有出現過的 name letter 也就是第一次出現的這樣一個 name letter 不過我還是提醒各位 因為我們呢 因為這個系統的關係呢 其實我們沒有進一步去做很多 有關於這個 identity 的題目 就是有關於這個等號帶進來的題目 各位會發現 其實我們在練習題裡面也沒有 關於這個 identity 的題目 不過呢 之所以會 introduce 我們的 identity 其實大部分我們只用在翻譯上 比較少用在這裡的計算上 那各位要知道 這個所謂的 for some x 帶進來的 name 好比說我們之前已經出現過 a 之前已經出現過 b 好 那我現在出現 新的 那我就要帶 c 對不對 好 可是這並沒有排除掉有一個可能是 c 有可能等於 a c 有可能等於 b 就是說從 identity 的觀點來看 我們還是有可能出現 c 等於 a 或者 c 等於 b 的情況 所以它並沒有排除這個情況 好 換言之 各位要必須想到的是說 它並不是說 我帶了不同的 name 它就一定指到不一樣的東西 不一定 就是說我的 name 只要不一樣 它一定要是不一樣的東西 在演算的規則裡面 其實並沒有這樣的一個限制 不是說 我今天引進了一個新的 name 是 c 那它一定就跟 a 一定就跟 b 不一樣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概念 好 但是呢為什麼 如果它有可能跟 a 一樣 又有可能跟 b 一樣 那為什麼不用乾脆用 a 或者用 b 呢 好 這真的是麻煩的所在 因為你如果直接用 a 或者用 b 的話 那你就限制了 c 只能是 a 或者是 b 但是它還是有個可能性是 c 跟 a b 還是都不一樣 它有可能一樣 也有可能不一樣 所以為了這樣的一個考量 所以我們一定要帶一個新的 name 才不會遇到麻煩 所以這個我已經在增值數法的時候已經解釋過 那也希望各位呢再恢復一下印象 就是很重要的一個限制 因為很多人在做推論的時候呢 往往容易陷入這樣的一個迷思 就是好像我用的 name 不一樣 那它就一定是不一樣的人 不一定 那就像好像我們每一個人都有 可能都有些綽號啊 有些小名啊 對不對 那這些小名或者是有些綽號 或者是別人稱呼你的方式 暱稱之類的 好 這些其實都是跟指射的對象都一樣嘛 對不對 就是都是你這個人 所以不管是你的小名 你的綽號 你的這個暱稱 或者你的這個名字 擺在一起 每一個都長得不一樣 每個 name 都長得不一樣 對不對 好 可是呢這些呢 都指射到同一個對象 其實這種情況還是不能排除的 所以特別 再提醒各位一下 好 那根據這個規則呢 它有一些值得我們去想像的就是說 好 各位想想看 好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直接帶進來 請問這個是不是EUI規則呢 好 各位仔細看 並不是 因為我們說過了 我們在做所有的量詞規則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這個量詞必須是主要算值的情況下 不能夠是在不是主要算值的情況之下 來做EUI規則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呢 其實是錯的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呢 你很明顯會發現 先把否定規則帶進來 你把它移到後面去的話 你就會發現 它這個for all 就會變成for some 對不對 好 如果它這個for all 變成for some的話呢 它其實要用的不是EUI規則 而是EI規則 換言之就是說 如果前面已經出現過A 那你這樣帶進來 其實就是一個違反我們的 推論規則的方式 正確的應該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應該 先把這個 negation 往後面移動 讓for all 變成for some 之後呢 我們才能夠 帶一個name 進來 所以如果之前已經出現了 A 的話 那我們現在就只能帶 B 如果前面出現 A 跟 B 那我們現在就只能帶 C 以此類推 那接下來各位再看看這個 這個當然一樣 我們可不可以直接把它變成這樣 就叫 EI 呢 當然也不行 對不對 好 跟剛剛的狀況一樣 就是如果這個 negation 有一個否定號在前面的話 你直接帶當然是錯誤的嘛 因為假設前面都沒有出現任何的name 好了 那你這時候帶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 我是帶一個新的name 進來 可是呢 事實上你如果用了 QN 規則之後 你會發現 事實上你量詞變主要算子的時候呢 量詞其實是 for all 而不是 for some 這時候你反而要用的規則是 Ui 而不是 EI 當它不是一個主要算子的時候呢 請注意要避免這樣的一個錯誤 有可能出現的情況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比較稍微 難一點點的 就是有關於通稱規則的說明 那這個 它的通稱規則會是什麼樣子的呢 各位看一下 通稱規則意思是說 我們要把這個量詞加上去 其實那個我們在之前的真值數法 已經做過了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做這個 個例化規則 所以各位都比較熟悉 但是現在通稱規則是在 真值數法所沒有的 因為我們說過它呢 只有分解而沒有組合 但是在自然演繹法呢 它既有分解又有組合 所以呢 它在這裡就需要 所謂的通稱規則 那什麼叫通稱規則呢 所謂的通稱規則意思是說 假設我有任意的一個 formula 叫做 phi n 這個 n 代表說 我在句子裡面出現些 name 那這個 n 代表說 在這個 formula 裡面呢 出現 n 這樣的一個 name 的位置 是在哪裡 這個時候呢 我想要把它變成一個 存在語句 for some x phi x 我會用這個 x 去取代 n 這個時候呢 我就說 這個 x 取代 n 那這個 n 基本上就是 被這個 x 取代掉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跟各位說 某某人如何如何如何呢 對不對 然後我就說 我們班上有一個人如何如何 對不對 你在跟別人講 也許你覺得 這個人 別班的同學也許 不認識我們班的同學嘛 所以我跟他說 誰如何如何他也不知道 對不對 比如說你跟同學說 這個 劉振明這個邏輯很好 劉振明是什麼助教 如果各位還 不確定的話呢 我就跟各位介紹一下 他覺得我們助教的名字 假設我告訴你 劉振明邏輯很厲害 那我在跟別人講話的時候 我可能會想說 反正別人也不認識劉振明 講那麼多他也不懂 對不對 我就說 存在有一個助教 他的邏輯很好 可是各位都知道 我們班上也不只一個助教 對不對 所以 到底我講哪一個助教 你可能不知道 可是你會知道 存在有一個助教 他的邏輯很好 而且老師說他這個邏輯很好 那這個時候意思就是說 我們通常在講話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做這樣的推論 那這個推論當然是成立的嘛 因為只要有一個人實際上是這樣子 那麼當然存在有一個人是這樣子 那這個我們就把它叫做通稱規則 那這裡的N 其實是沒有限制的 只要你出現了 他其實就是可以用X來取代 好 那當然有同學一定會有這樣的疑問說 老師 那有沒有可能這個N 是所謂的這個 空名 就是沒有指示的對象 就像我們在講這個 現代 現任法國國王那樣的例子 對不對 就是說萬一這個N 是這種情況怎麼辦呢 好 各位要記得 我們在使用這個規則的時候呢 其實 我們呢 採取的呢 其實呢 我們都叫做 就是所謂的objectual 這樣的interpretation 意思就是說 我們其實呢 只要是出現了N 我們都是假設他有指示的對象 就在我們這個系統裡面 我們都會這樣做 為什麼呢 因為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有辦法讓這個系統 做得比較簡單 而且比較容易操作 如果我們允許這個 沒有指示對象的name 進來的時候呢 我們的這個系統會完全不一樣 那有沒有邏輯學家在處理這個系統呢 有的 事實上我們有些這個 邏輯系統在處理說 萬一有些name 沒有指示對象的時候 我們怎麼辦呢 那些邏輯系統我們通常稱之為 free logic 就是 叫做這個 它那個 free 的意思就是 free of existence 就是說 有那種不存在的東西的系統 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有些邏輯系統 是處理這些 萬一這個name 沒有指示 任何對象的時候呢 我們來處理它 但是在我們這個古典邏輯系統裡面呢 我們不採取這個策略 因為這個策略其實 會讓這個邏輯系統變得更複雜 所以並不是沒有邏輯系統在處理這個 只是它不出現在我們這門課程裡面 所以如果各位對這個課程有興趣的話呢 各位可以去 修一些進階邏輯的課程 或者中階邏輯的課程 其實你就會 聽到類似的邏輯系統處理的方式 那那個呢其實對我們來講呢 是比這個系統要複雜很多 因為各位想看 假設這個規則不成立 你沒有辦法從 有個東西它有什麼樣性質 推出 這個存在有一個東西 具有這個性質的話呢 其實你的處理方式會複雜很多 所以呢 在這裡我要跟各位說明一下就是說 並不是所有的系統 都不處理這個存在預設的問題 就是說一個name 是不是一定有這個指射的對象 至少在我們這個系統裡面 我們是採取這個策略的 所以各位在看這個通稱規則的時候 你要這樣去理解就是說 好 當我有一個name 有任意一個name的時候 就表示我domain 裡面至少有一個東西 那我們這個domain 裡面至少有一個東西 就表示我這個name 一定有一個指射的對象 所以這個是我們這個系統的一個特徵 也是古典邏輯的解釋方法的一個特徵 所以希望各位同學記得 稍微練習一下看看 1g 到底會出現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那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把這個1變成2這樣子 這個是不是一個1g 的規則所做的方式呢 顯然不是對不對 因為我們如果要用1g 的話 一定要把這個for sum x 加在主要算值的部分 它應該是在 negation 的前面 而不會在 negation 的後面 所以這個要小心 那接下來我可不可以呢 在這個情況下 直接用我們的 1g 規則把它變成 for sum x px and for sum qx 呢 其實是不行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這樣做的話呢 你的前面的這個 x 跟後面這個 x 就被斷開了 意思就是說 你的主要連接詞如果變成 and 主要的 operator 不是存在量詞 而是 and 的話呢 for sum x px 跟 for sum x qx 就會變成被斷開的兩個句子 對吧 因為根據分解規則 它就會被斷開成兩個句子 所以這個時候呢 for sum x px 裡面的 x 呢 帶進去了 跟 for sum x qx 帶進去會不一樣 各位繼續做下來就會發現 出現 for sum x px 也會出現 for sum x qx 如果這個時候你把 for sum x px 的 x 帶 a 進來 那你的 for sum x qx 就不能再帶 a 了 所以你要帶 b 對不對 那這時候你就會變成 pa and qb 而不是 pa and qa 所以這個不行 我們如果要把 for sum x 加進來 你必須要加在一個 主要的 operator 位置 換言之 你必須要把 pa and qa 括號起來 然後前面加 for sum x 再把 a 取代成 x 就變成 for sum x px and qx 這樣才是對的 那再來 如果是這個情況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用 eg 呢 顯然當然是不行的 不是所有的 name 都可以放在一起 那你說 可是 老師剛剛講過啊 有可能 a 剛好等於 b 啊 不要忘記 a 等於 b 這個只是一個 special case 只是一個特殊的情況 它不是一個普遍的情況 對不對 就是說 a 有可能等於 b a 也有可能不等於 b 所以你不可以用同一個變量去取代 a 跟 b 這個當然是不被允許的 因為你如果用同一個變量去取代 a 跟 b 的話呢 那這個 x 顯然就把這兩個綁在一起了 也就是說 你接下來要帶其他 name 進來的時候呢 你這兩個就必須要帶一樣的 就不允許再帶不一樣的 name 進來 好 所以 這個很明顯是它的這個大問題 所以請各位務必要注意 就是 怎麼樣去做這個 eg 規則 這個很重要 ok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這個 比較難的這個規則 全稱的同層規則 我們叫做 ui 規則 它叫 universal generation 那這個規則其實是有一點點困難 就是因為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我們如果任意一個 phi 裡面有個 name n 那問題就來了 我可不可以直接把它變成 for all x 然後呢用這個 x 取代 n 呢 這個呢其實很多人會很納悶 比如說你想想看 你總不可能說 有一個人如何如何如何 對不對 然後呢你就告訴我說 所有人都是這樣 這個推論很顯然不成立嘛 對吧 ok 那問題 為什麼會有這個規則呢 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會有一個 有關於這個 phi n 這樣一個 name 的規則 然後直接可以推出 for all x 用 x 取代 n 這樣的一個規則 好 問題就在於說 好 假設你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你那個 n 其實是有一個代表性的 ok 有一個代表性的 ok 好比說 你告訴我說 只要是這個 只要是人啊 就會如何如何對不對 那 那你用一個 name 去取代這個人的時候呢 你講的其實是 所有的人 都如何如何對不對 好 可是呢 為了方便起見 你就用一個 name 來取代他 對吧 比如說 我們有時候會怎麼講呢 比如說我們要敘述一個故事的時候 我們經常就會做這種手法對不對 好 什麼手法呢 就是我告訴你說 某某人 a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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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想喔 我其實這個某某人 a 可能是一個 全稱的對不對 也就是說呢 我其實在講說 任何一個人 代進這個 a 裡面 他都成立嘛 比如說傅老師代進去也成立 這個我們助教代進去也成立 同學們代進去也成立 也就不管任何一個人代進那個 a 我只是用 a 來代表某個人 可是這個 a 其實是指所有的人都這樣 也就是說呢 其實所有的人在這個情況下都會這樣做 對不對 好 比如說我們有時候會講說 哎呀 其實這個 某某人這樣做也沒什麼不對啊 因為所有人在他這個情況都會這樣做 好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你告訴我說 所有的人都會這樣做 那意思就是說呢 它這個 name 不過就是一個 就是用來代表 所有的人都會這樣做的一個情況而已 所以這個時候呢你把它 這個說成說 所有人都會這樣做 好像這個推論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你的推論其實是說 所有人都會這樣做 那它因為它是所有人的一部分嘛 對不對 所以你把它帶進去之後 你發現它會這樣做 好 所以呢 最後你就告訴 其實所有人都會這樣做 所以我們就不要怪它嘛 對不對 也就是任何人在它這個情況下 可能都會選擇這樣做 所以這個也不能怪它 好 那當你這樣講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在運用這個 全稱的通稱的規則 意思是說 你認為 它這個case 不是一個個例而已 對吧 它不是一個個例嘛 是說 所有的人只要在它這個情況 都會這樣做 所以它其實會變成一個通稱的情況 也就是說對所有人來講 只要任何一個人碰到它這樣的情況 那就會選擇跟它一樣的做法 好 這個其實是我們在全稱 通稱規則裡面很重要的規則 好 那如果你要否定這個規則的話呢 意思就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好 你認為 這個情況是 不能夠被通稱化的 也就是說 不能被generalize 也就是說 你如果要反對我這個推論不對的話 一定是這樣反對 我說 任何人在它這個情況下 他一定會選 大家都會這樣做啊 所以呢 我們不能怪他這樣做啊 因為這個很自然嘛 好 那你要反對我 你一定是說 不不不 很抱歉 並不是所有人在他情況 在他這種情況都會這樣做 對吧 所以這個時候呢 好像就有責怪他的理由 就是說 他好像還是有選項對不對 他可以這樣做或者他可以不要這樣做 所以並不是所有的人 在他這個情況都會這樣做 換言之我們在爭論的就是說 這個通稱規則到底可不可以用在這裡 也就是說 當我說某一個人如何如何做的時候呢 我們都覺得很不對對吧 可是後來你發現有一個解釋說 每個人在他這個情況都會這樣做 好像我們也不應該怪他 那意思就是這個通稱規則是可以成立的 也就是說每個人帶進去 都會這樣做 那他不過就是 剛好出現 以個例的方式出現 可是他其實並不是個例 他其實是一個通稱的狀況 也就是說 所有人其實都會這樣 所以你反對我用這個規則的理由 應該就是說 不 這個不能夠被通稱化 也就是說呢 事實上是 並不是所有的人在 這個情況下都會這樣做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們其實這個規則在應用的時候 有些限制 這個限制是非常重要的 它的限制是什麼呢 它的限制是這樣 我剛剛講過說 這個人呢 出現的這個name 不可以是一個特定指涉的名稱符 也就是說呢 他一定是確定哪一個人而已 你認為他根本就不具代表性 只有他會這樣做 你告訴我說 我想任何人應該 碰到這種情況都會這樣做 然後你就跟我否定說 不 老師 只有他會這樣做 別人都不會這樣做 好 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他只是一個特定的指涉 也就是說呢 只有他這個人 被指涉到的這個人 會這樣做而已 其他人其實都不會 好 這個就是一個特定的指涉 那這個當然不具代表性 一個人這樣做不代表 大家都會這樣做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呢 當你認為他代表性 沒有出現的時候呢 他要用這個規則 就不被允許 所以呢 這個 phi n 呢 這個 n 出現的時候呢 他並不可以是一個 特定的指涉的這個對象呢 然後呢 就把它通稱化 對不對 這樣也很奇怪嘛 我總不會說 某個同學 跑來問我說 老師我期末考有沒有過 對不對 我就說 某某某你期末過了 然後他就去班上說 老師說我們全部都過了 他有代表性嗎 一定沒有對不對 因為他只是問我他的成績 那如果有一個同學 來問我他的成績的話 我一定只告訴他的 他的成績是什麼 對不對 我跟他告訴某某某 你成績多少多少 你有沒有過對不對 好 這個不會有代表性 為什麼 因為他只是問我他個人的 這個成績而已嘛 所以這個 一定不會有代表性的 所以 像這種特定指涉的名稱呢 他就不能夠使用這樣的一個規則 好 那第二個呢 最常出現的麻煩是說 他不可以是從 EI 得到的規則 OK 那為什麼不可以是從 EI 得到的規則呢 各位想想看 剛剛你做的這個 個例化規則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你從 EI 得到的是說 如果存在一個東西 你要帶一個新的 name 進來 對不對 好 那當然我們剛剛有講過說 他有可能是 跟之前的是 相 相同樣的一個 之前出現過的 name 是同一個人 或者跟之前出現的 name 不是同一個人 都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你現在想想看 我們從 EI 得到的呢 我們頂多只能夠 claim 什麼呢 我們能夠宣稱的就是說 至少有存在有一個東西 具有這樣的特性 我們能夠得到只有這樣的一個說法而已 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只能得到這樣的說法的話呢 我們並不能夠直接就直接推出什麼 我們不能夠直接推出說 那所有人都具有這個性質 當然嘛 因為他只是從個別的 我們只知道至少存在有這樣一個 東西具有這樣的性質 一定不會推出所有的東西都具有這樣的性質 所以 不管他是原來的這個 有特定指稱對象的這個名稱符號 或者是他從 EI 這個規則所得到的這個 取代式子所得到的這個名稱符號 都不能使用這個規則呢 把它做 generation 好 所以各位有沒有想到 似乎到這裡為止你會發現 唯一可以回來做這個規則是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唯一可以回來做這個規則的呢 就是你從 for all 得到的 可以變成 for all 我再說一次 就是你從 for all 得取代出來的這個 name 在中途呢 沒有受到過任何污染的情況之下 那麼他就可以取代回去 好 那什麼叫做受到污染呢 所謂受到污染的意思是說 我舉個例子 好比如說 我們之前已經用 for some 得到 A 好 那我現在有一個是假設是 for all x Px 對不對 我現在把 A 帶進來我會得到 P A 好 可是因為 A 其實是之前已經出現過的 也許是特定指稱的 或者是由 EI 得到的 好 如果是這個情況的話呢 它就被污染了 也就是說 我在使用 A 這個名稱符號的時候 已經是跟前面的綁在一起了 好 那自然演繹法裡面呢 其實允許一種推論方式就是說 欸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用 B 不要跟它重複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在自然演繹法裡面呢 我們沒有規定說 你這個全稱符號所取代的時候呢 你必須是要把這個 之前的這個取代 之前的這個名稱符號放進來 它沒有這樣一個強制性的規定 它只是告訴你說 你為了推論的這個可能 你必須要去 這個注意到 你這個名稱符號有沒有受到 之前的那些特定指稱的對象 或者是 EI 規則的這個限制 它其實是這樣子 好 那我猜應該就會同學很好奇 就是說 我們之前在真職術法的時候不是說 那所有這個 for all 的規則出現的時候呢 所有的名稱符號 出現過的名稱符號 每一個都要帶進去嗎 我們之前不是這樣講嗎 那難道自然演繹法沒有這個限制嗎 好 各位注意 這就是真職術法跟自然演繹法很大的差異 我再說明一次 在真職術法裡面 在真職術法裡面 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其實因為我們只有分解規則 我們沒有組合規則 好 所以我們其實只需要把 那些出現的名稱符號帶進去 我們其實就可以建構一個模型 去證明它到底是 這個 是不是一個無效論證 那如果是有效論證 你就會得到一個封閉數 那如果它是一個開放的話 我們其實只需要 帶過所有的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建立一個模型 建構一個模型 說明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但在自然演繹法不一樣 請注意 在自然演繹法裡面呢 我們其實是一個目標導向的 推論方法 也就是說 我們並沒有辦法用自然演繹法去秀出 我們沒有辦法用自然演繹法去秀出 什麼叫做無效論證 我們只能夠用 自然演繹法去秀出 什麼叫做有效論證 OK 也就是說呢 我們其實不會有一個方法告訴 也有一個自然演繹法告訴你說 我怎麼樣在自然演繹法裡面 秀出無效論證 我們秀 那個無效論證一定都是用模型的方式 用解釋的方式去秀出來 它是一個無效論證的方式 所以因為這個目標的需要 所以我們通常呢 就是說我們用盡所有可以用的規則 然後設法去證明出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那當你證明不出來之後 其實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是說 它可能是一個無效論證 那既然是一個無效論證 因為我們這個系統是完備的 完備的意思是說呢 只要是這個為真的定理 或者是一個有效論證 你一定可以 一定存在於一個證明 一定存在於一個證明去證明它 那如果是這個無效論證的話呢 當然也就不會存在於一個證明去證明它 當然嘛 就是說我們也不可能找到一個證明 來證明一個無效論證 所以那我們的自然演繹法證明裡面呢 其實沒有一個證明無效論證的方式 所以這個請各位要注意 所以呢這個是我們在證明上很不一樣的一個思考方式 這個千萬要注意 因為我們的這個系統是完備的 所以呢我們只要是 有效論證 都存在有一個證明來證明它 OK 那當然 如果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也不會有一個證明讓你找到 對不對 因為找到證明就是證明它是有效論證 好 那另外一個可能性是什麼 另外一個可能性是說 這個證明存在 可是呢你並不曉得 這個證明要怎麼做 OK 我猜這個各位都很有經驗 各位在做很多數學證明的時候一定常有這種感覺 對不對 你看到編證出來了 的確存在一個證明嘛 但是你會不會做 不一定 對吧 有可能是 這個證明真的存在 但是我不會做 這種情況太普遍了 對吧 我們以前在 中學做這個數學證明的時候呢 大家都會很有經驗嘛 所以 你證不出來其實有兩個情況 一個情況是它是無效論證 一個情況是它是有效論證 但是你找不到這個證明 所以呢 我們自然演藝法充其量 只能夠說 如果有一個 我確定的有效論證呢 我盡量去把它證明出來 OK 所以各位 想當然而就知道說我們在這個 考試的時候呢 如果我們要出自然演藝法 一定是出一個有效的論證嘛 然後讓你證明 試著去證明看看 它為什麼是一個有效論證 所以它的思考跟 我們之前在教真實數法的時候很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這個 不同的系統它其實的 這個效果不太一樣 就在這裡就是 它要這個 做的事情不太一樣 所以 當你在看這個自然演藝法的規則的時候呢 你要知道你其實是一個目標導向的 所以當我用這個 這個全稱的這些規則的時候呢 其實 不管是它的這個 UI 或者是 UG 這樣的規則的時候 其實我不一定要用之前 帶過的帶進來 所以這個呢 是告訴各位的一個 在做題上的一個技巧 也就是說 很多同學會認為說 那我就一定要帶 那可是你一定帶的時候呢 你可能這個 name 呢 就被 這個 EI 給汙染了 汙染之後呢 你就不能夠再用這個 UG 規則把它恢復到原來的這個式子去 那稍後的這個例子裡面呢 我們會看到類似的一個例子 我再跟各位說明跟解釋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看 我們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呢 我稍微解釋一下 譬如說各位看一看 2 是不是用 1 做 UG 呢 這個前男不是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它是 P A A 如果是一個有指射對象的 那我就不能把它變 for all S P X 對不對 就好像我剛剛跟各位說 有個同學來問我 他成績有沒有過 我說這位同學你過了 對不對 然後他就回去說 我們全班都過了 這個顯然是 不成立嘛 這個不可能成立的 某一個同學有一個性質 不代表全部的人都會有這個性質 這個當然是 錯誤的應用 好 第二個情況是像這樣子 我們其實在 3 到 4 的時候呢 我們其實用的是 EI 規則 這個沒有問題 好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 再把它變成回去 for all S P X 呢 其實這個是不行的 因為這個 A 呢 其實是從 EI 的規則來的 我們剛剛講過 如果你是從 EI 規則來的時候呢 你就不能夠直接用 UG 規則 把它變成一個通稱化的規則 接下來呢我們要來談到這個 有關於存在預設的問題 我們剛剛在規則裡面呢 看到了跟這個存在預設有關的這些規則呢 其實呢我已經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其實是 在這個系統裡面我們是採取這個 有存在預設這樣一個概念 換言之呢 我們的 NAM 不可以是沒有任何指設對象的 那這個當然也是為了這個整個 推論系統的精簡的考慮 那如果各位真的要去學這個 NAM 不一定有指設對象的 這樣的一個邏輯系統的話呢 其實可以去看一些進階的邏輯課程 去參加進階邏輯課程 那它也是非常有趣的 各位不凡也去 這個嘗試看看 它的這個推論也非常有趣 那當然我也說過說 其實在日常生活裡面呢 之所以會有這樣不同的邏輯系統 是因為我們其實有時候會覺得那個 不存在的東西呢 去談論它是有意義的 有時候呢會覺得說 談論不存在的東西是沒有意義的 好比說各位只要想到說 我們之前在講說 我們在討論小說啊 討論童話故事啊 討論這些不存在的東西的時候呢 或者是超人啊 或者是蜘蛛人啊 或者是蝙蝠俠啊 我們其實都在談論不存在的東西 可是我們談論會不會有意義呢 當然有嘛 我們還會談電影情節 我們會談論什麼 所以呢我們其實在 很多時候我們對於這個 不存在的東西在談論的時候 我們其實還是覺得它很有意義的 甚至還有真假值對不對 好可是呢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這種存在沒有意義 好比說我們之前舉過的例子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 某某人說 我有這個很棒的另一半 對不對 我們請他帶來給我們看看 結果他說 對不起我另一半不存在 我們大概就會覺得瘋了對不對 既然不存在 怎麼會有另一半呢 你就沒有嘛 你就沒有另一半 你不會有另一半 你如果說你有另一半 而且你另一半非常棒的話 應該就要有一個存在預設嘛 所以各位會知道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因為呢 我們講過這個日常語言是一個開放的語言 所以它呢 其實沒有一個很容易固定的規則 那邏輯只是試圖要去把這些規則找出來 看看我們怎麼去做這些推論 所以呢 事實上我們在這個學期裡面所學的這個古典邏輯系統 基本上它只是一個最基本 而且呢 這個在預設上是最簡單的系統 就是說 我們有存在預設是最簡單的嘛 就是說 我就假設 你講的任何一個name 都有指設的對象 那這樣我來做推論是最簡單的 一旦呢 你認為這個不成立的時候呢 其實它會有更多的一些需要 處理的邏輯推論問題 需要去做處理 所以它的系統會變得稍微複雜一點點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什麼叫存在預設呢 其實它表現在我們的推論規則裡面 各位如果剛剛仔細有看到我們的推論規則 我讓各位複習一下我們的規則 就是說 在助詞邏輯的這個推論 就是我們在這個初階邏輯的這個推論裡面 我們有沒有這個存在預設呢 各位想想看 它的規則大概是長這樣子 假設我有個式子叫for all x px 表示說所有的東西都具有p的性質 這個時候我如果用一個a來取代它 根據我們剛剛的ui規則 我們的ui規則可以帶 之前出現過的name 但是我也可以帶什麼 我也可以帶一個沒有出現過的 對不對 也就是說如果帶一個沒有出現過的呢 它表現出來的樣子 其實就是一個有代表性的 換言之在這裡的a是有代表性的 也就是說它並不是代表任何一個特定的人 它只是有一個有代表性的名稱而已 對吧 就是當我跟妳講說這個 任何人都遇到它這種情形 都會跟它一樣這樣做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講的它其實是具有代表性的 也就是說你認為全部的人都會這樣做 好 所以這個a在這個時候呢它就具代表性了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呢 如果這樣子做ui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要考慮的是這件事 我們可不可以直接把它變成for some SPS 也就用UG規則來做 如果我們認為說我們可以這樣做的話 其實意思就是說這個a呢 它也容許是一個有指射對象的 不單單是代表性 而且它至少也可以是一個特定指射對象的 比如說它一定會這樣做之類的 對不對 這時候我們當然就可以說 至少存在有一個x x會具有這樣的性質 這個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好 可是呢 如果呢我們這個系統裡面 假設我們只要把這個系統稍微轉換一下 我們說我們只要不存在 我們這個不引進這個存在預設 也就是說 所謂的這個name呢 它不一定會有存在預設的時候呢 好 各位要知道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pa 其實是不可以用 1G規則變成第三個式子的 這個是不合理的 因為如果它沒有這個存在預設的話 也許我那個for all x px 那個p 其實那個性質是 沒有任何一個對象符合這個性質的 那既然沒有任何一個對象符合這個性質 就表示這個a 其實是 沒有任何指射對象的 因為我找不到任何一個東西 能夠符合這個性質 ok ok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是 不能夠使用這樣的一個規則 好 所以這個存在預設其實在 述詞邏輯裡面的推論呢 是尤其重要 因為 你有引進存在預設 跟沒有引進存在預設呢 對我們這個 所有的規則呢都會產生變化 所以各位知道我們的這個 不管是全稱或者是這個 我們的這個存在量詞 的這個規則呢 它都需要依靠這個存在預設呢 作為它的一個 規則背後的這個支持 如果沒有存在預設的話呢 很多規則其實是 需要再修改的 那因為我們這個課程的關係 所以呢我們是採取一個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採取有存在預設這個概念 那如果呢我們不採取存在預設呢 其實它的這個系統呢會完全不一樣 那 各位如果去看很多邏輯書 大概你可以看到它在 演算上最大不一樣就是說呢 有很多邏輯書會建議 這樣建議就是說 如果不採取存在預設的話呢 我就不要用name letter來取代 全稱量詞 我的全稱量詞呢 全部保留原來的 variable 就是用變量來表示 也就是說 你看到變量你就知道 它代表的是這個 全稱量詞的這個 規則所得到的這樣的一個 variable 所以它不再把它變成一個 A 或 B 或 C 所以各位以後如果去看這個邏輯推論呢 有很多的這個邏輯書 如果要採取這個方式 它其實就是為了要不採取存在預設這個觀點 來做它的這個 建構它的這個邏輯系統 那換言之 它其實就是進入到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free logic 的這樣的一個邏輯系統裡面去了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可以處理 不存在的東西 也就是呢 我的名稱不一定要指涉某個東西 好 所以在這裡呢 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這個 目前這學期的課程裡面呢 我們是採取有存在預設這樣的觀點 來建構這些自然演繹法的這個規則 那接下來我們直接來看這個 自然演繹法的一些實例 第一個部分我們當然一樣 提供給各位的是 所謂的這個 一元數值的這個實例 那這個其實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for all x px 第二個前提是 for sum y py 則 for all x qx 第三個前提是 for all x qx 則 rx 好 可不可以推論出 for sum x qx and rx 那各位想想看 要推論出題目呢 其實它都是一元數值的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第二個題目 第一個前提是 for all x kx 則 negation mx 第二個前提是 for all x kx or nx 第三個前提是 for all x negation kx or mx 那它可不可以推論出 for sum x negation kx and nx 呢 第三個題目呢 第一個前提是 negation for sum x 括號 negation cx and dx 第二個前提是 for sum x dx 那它可不可以推出 for sum x cx 呢 第四個題目呢 是 for all x bx cx 第二個前提是 for all x a x if and only negation bx 可不可以推出 for sum x a x or cx 呢 好 各位可以看到 所有這裡出現的數值呢 都是一元數值 不會有二元以上的數值的例子 等一下我們再來談談 二元數值以上的例子 首先我們從 a 開始 就是我們有三個前提 我們的目標是要證明出結論 for sum x qx and rx 各位不要忘記 我剛剛說過 自然演藝法呢 其實是一個目標型的導向的 這個證明方法 也就是說呢 我其實是要用盡所有的方式 來證明出這個結論 所以它沒有一個固定的走法 所以老師所做的證明 也不見得是最精簡的 或許搞不好同學可以找到 比我更簡單的證明方法 這個我們在 命題邏輯已經跟各位介紹過了 對不對 就是說 說不定 同學們有可能找出 比老師更精簡的證明方法 那只要你的推論過程是對的 那都沒有問題 所以 不一定是 老師的方法一定是 最精簡的也不一定 所以它一個題目 會有很多種證法 一定不會只有一種 它有很多種證法 可以證明出來 不過要小心的就是說 由於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 很多同學在做的時候 會出現一個麻煩是說 我不太確定我這個規則用了對不對 所以 當你如果沒有信心的時候呢 你可以找老師或者找助教討論一下 我覺得是比較恰當的 因為 有些同學會 忘記那個規則 的限制 尤其我們知道量詞規則有很多限制 尤其在量詞規則的地方是很容易出錯的 所以 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可以 找找老師或者找找助教來詢問一下 那我們怎麼來證明這個呢 各位不妨可以花一分鐘想想看 我猜應該不太容易 所以我給各位時間 不容易的問題出在哪裡呢 大概是各位對規則其實不太熟悉 尤其是對 剛接觸到的量詞規則很不熟悉 所以 你會覺得這個要證明起來好像有點困難 不像這個 在命題邏輯裡面那麼容易 不過沒關係 我第一題呢先帶各位來做一次 各位也許就稍微會有一點熟悉感 第一步我們當然把所有的前提列出來 各位要記得我們的目標 是要證明for some x qs and rx 那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們要證明這個的話呢 我們其實之前應該得到一個類似像 qa and ra 或者是qb and rb 這樣的式子 才能夠得到我們所要的結論 其實各位如果仔細看第三個前提 你如果把它帶進去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利用這個 qa 則 ra 或者是 qb 則 rb 直接得到 從 qa 或者 qb 就可以得到 ra 或者 rb 之類的 因此其實重點是要得到 qa 或者 qb 這一類的東西 那你要得到 qa 或 qb 這種東西要從哪裡來呢 好像就要從第二個開始著手 第二個可以讓你得到 for all x qx 你如果可以得到 for all x qs 的話 那你要帶 a 也可以 帶 b 也可以吧 都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要得到這個的話呢 好笑你要先得到它的前見 或者叫它前向 for some y py 那 for some y py 從哪裡來 似乎就是要從第一個來 所以我們的推論其實是這樣 第一個到第三個當然是我們的前提 我先把它點出來給各位看 第一個到第三個是我們的前提 各位能不能看到 第四個我們是做了什麼呢 我們其實是用第一個式子做了 ui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這件事 我其實並沒有從 for some 開始做 它跟之前我們在談真實數法的時候很不一樣 因為它這裡沒有固定的規則 各位要記得我們在 自然演繹法裡面並不會有 像在這個真實數裡面的建議一樣 我一定要從 for some 開始做 沒有這種建議 因為你是一個目標的證明 所以你要去想辦法去證明你的目標就可以了 那這時候的 a 其實是具有代表性的 第五個其實是做 從第四個做 eg 所得到的 我們講過它沒有限制 它沒有限制的理由是因為我們在這裡 是有存在預設的 所以 a 即使它是從 universal quantifier 全稱量詞來的 我也假設它有指色的對象 所以我一定至少存在一個 y 它是 py 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呢 我怎麼得到 for always qs 呢 各位仔細看 我們其實是從 2 跟 5 呢 因為主要的連接詞在條件句這個地方 所以我既然有一個前鍵 那根據肯定前項率 modus ponens 我們就可以得到它的後項 for always qx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 for always qs 呢 帶 qa 進來 那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我這裡為什麼可以帶 a 基本上我前面已經帶過 a 了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這裡還可以帶 a 因為這裡是 for always qs 所以這裡 a 跟前面 a 一樣 它都是可以有代表性的 所以你用 a 也好用 b 也好 其實都一樣 所以如果你在推論上說 老師那我這裡可不可以寫 qb 我不要寫 qa ok 沒有問題 因為 a 可以有代表性 b 也可以有 所以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因為你帶進來的 你只要考慮它有沒有 全稱的代表性就可以了 那你用哪一個符號倒不是重點 你都用 a 也行 你要一個用 a 一個用 b 也行 這個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看 我們把第三個 因為我們這裡已經出現了 qa 那我們為了推論 我們當然就直接帶 qa 則 ra 這是用 ui 所得到的 第八個式子 那接下來就簡單了 接下來就是跟我們在 命題邏輯學道一樣 你就可以知道用 7 跟 8 我們可以得到 ra 那根據剛剛的說法 我們只要得到了 qa 得到了 ra 那我們就會得到什麼呢 那各位告訴我這是什麼 這是 conjunction 的規則 就是把第七個式子跟第九個式子 利用 conjunction 把它連結下來 最後我們利用 eg 呢 就可以得到我們所要的結果 各位告訴我 如果我在 第十一個式子裡面 用 ug 的話 合不合法呢 如果我在 第十個 formula 這裡 然後背到第十一個的時候呢 我不是帶 for sum x 我是帶 for all x 合不合法呢 答案其實是合法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 a 從頭到尾 都沒有脫離過 或從 for all 來的規則 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 a 都是從 for all 來的 沒有任何一個 a 是從 for sum 來的 所以 在這個規則裡面呢 即使在 第十到第十一個式子寫成 for all x qx and rx 其實它也是合法的喔 換言之我們只要把 這個規則換成 ug 其實就可以了 所以 這個是特地我在題目裡面 讓各位理解 為什麼我們會有存在預設這樣 那對我們做題目 大概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這個題目 我們這個系統 如果沒有存在預設 我們在哪一個步驟就會 遇到問題呢 我們其實在 第四個到第五個步驟 這裡就會遇到問題了 所以 那裡我們就推論不下去了 所以 如果我們這個系統 存在預設的話 其實我們從 第四步到第五步 這個 e g 就是不合法的了 所以呢 就各位就知道 存在預設對我們這個 推論的影響非常大 所以呢 各位務必要注意這件事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個問題 好 我們現在從 1 2 3 這三個前提 我們怎麼去推論出 我們怎麼去推論出 最後的結果 我猜應該有很多同學呢 眼睛很尖 應該一下就看出來 欸 這三個前提 都是 for all 開頭 但是我們的結論是什麼 我們的結論其實 存在量詞 是 for some 那其實根據推論的結果 大概已經有很多人理解這件事 就是說 既然我的前提都是 for all 開頭的 那照理講我在代的過程裡面 應該都沒有那個 剛剛所講到的這個存在 的問題嘛 對不對 就是說 到底它 如果說它沒有這個 存在預設的話呢 其實這些前提是一定不會推到結論的 因為你三個前提 通通都是用 for all 開頭 對不對 所以表示它都跟 for all 有關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它的推論 它的推論是這樣的 各位不妨看一下 一樣 我讓各位看一下它的推論的情況 好 各位如果做出來可以跟你對照一下 如果沒有做出來的 各位不妨想想看 欸 我是用了什麼樣的規則來做這個 ok 一樣我們把這三個呢 前提標示給各位看 我們有三個前提 得到的結論是 for some x negation kx and nx 那各位想想看 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你沒有把握很快的 很快的知道怎麼做推論 至少各位在期末考前要學會一件事 就是說 我至少看到這個推論過程裡面 我知道我在 我是用哪一步的哪一個規則把它填上去的 所以各位至少要能夠看出這件事情 這個是我們這門課的最低要求 就是說 雖然不見得每一個人都能夠很快的把它做推論 推論出來 因為這個是 基本上需要時間來鍛鍊 不過看到題目之後要知道它的過程 這件事倒是 一定各位要把它學會的 請各位一定要注意 所以 各位有沒有看到 第四個式子怎麼來的呢 它其實是從 第三個式子做 UI 得到的 接下來各位看到第五個 第五個其實是把 第四個式子的兩邊 兩個項 做交換 所以它其實是 第四個做交換率的一個結果 再來呢 第六個是做什麼呢 各位發現我們其實 第五個式子跟第六個式子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 第六個式子其實是第五個式子 MA 前面加上 double negation 接下來是 稍微困難一點點的 我猜很多同學會 有些會反應過來 有些反應不過來 就是說因為這個規則比較少用 這個其實是把 第六個式子做 implication 蘊含率的做法 接下來各位看第八個 第八個是從哪裡來呢 注意 第八個其實是從 第一個式子做 UI 來的 接下來 第九個就是我們最重要的 關鍵性步驟囉 第九個式子是利用 第七個式子跟第八個式子 各位注意 你先看第八個式子 KA 則 negation MA 你把它當成 phi 則 Psi 再來喔 第七個式子呢 是 negation MA 則 negation K 你把它當成 Psi 則 Theta 根據我們的 假言三段論 DS 規則 你其實可以得到 phi 則 Theta 所以你可以得到什麼呢 你可以得到 K 則 negation K 換言之你把 negation MA 當成一個橋樑 所以呢 phi 則 Psi Psi 則 Theta 你就可以得到 phi 則 Theta 接下來我們再用 Implication Law 蘊涵率呢可以得到 negation KA or negation KA 利用第九個式子 你就可以得到 negation KA or negation KA 那各位發現 兩個都是 negation KA 所以一看就知道 用重言率 你就可以直接得到 negation KA 那你得到 negation KA 之後呢 各位仔細看 我們把第二個式子 用 UI 做出來 我們會得到 KA or NA 根據第十一個式子 跟第十二個式子 你就會發現什麼 你就會發現說 既然一個是 KA or NA 它是選言的兩個項對不對 那我只要否定其中一個 就可以得到另外一個 所以我否定了 negation KA 那我就可以得到 NA 對吧 所以呢它是 利用第十一個式子跟第十二個式子 做 DS 規則所得到的 那接下來我們 在第十一個式子裡面發現了 negation KA 又在第十三個式子裡面發現了 NA 所以呢我們只要把它做 conjunction 就可以得到 negation KA and NA 就可以發現這件事 最後我們利用 EG 規則就可以得到 最後的結果就是 for some x negation kx and nx 那各位注意看喔 我們既然已經得到這個式子了 這就表示說 我們從頭到尾的 A 呢 其實都是用 for all 所得到的 所以我們其實那個 A 都是有代表性的 所以跟剛剛一樣 我也要提醒各位 如果我在最後面呢把它寫成 for all x negation kx and nx 合不合理呢 也合理 OK 我們其實是可以得到 全程量詞的規則 所以它其實最後一個用 UG 規則 是可以得到 for all x negation kx and nx 沒有問題 是可以這樣做的 所以這個呢各位可以看出來 這個 B 其實也不困難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C C 看起來其實彷彿很簡單 怎麼個很簡單呢 其實各位只要想 前面那個式子 如果你把 negation 移進去的話呢 它會變成 for all x 然後呢你再把它 用 De Morgan 移進去的話 你會得到 negation negation cx or negation dx 然後呢這個 negation negation cx 呢 你其實就可以得到 cx 對吧 所以你其實是 cx or negation dx 這時候你後面有一個 for all x dx 所以可見 你如果用假言三段論的話呢 其實是可以得到 cx 這個結果的 所以呢其實我要用這兩個來得到 我的目標是要得到 cx 對不對 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到 你把這個 negation 移進來之後 移到這裡來 你這裡前面會變成 for all x 這個 negation 在這裡的時候 再用 De Morgan 你就可以得到 negation negation cx 跟 or negation dx 好 那這個 negation negation cx 當然可以用 double negation 去掉 OK 你就可以得到 cx 所以這邊又有一個 for some x dx 把後面呢做否定 你就可以得到前面的 for all x cx 應該可以得到這個結果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是不是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第一個跟第二個是我們的前提 接下來我們的步驟是這樣的 那各位有沒有看出第三個是什麼呢 第三個當然就是我們的 qn 規則 利用第一個式子做 qn 規則所得到的 再來第三個式子到第四個式子是用什麼呢 沒錯 就是我們用我們的 dm 跟 rho 那接下來 d a 這個 a 是從哪裡來呢 好 各位注意喔 這個 a 當然是從這裡來 對不對 從 d a for some x d a 這個來 所以這個是 e i 規則來的 那接下來 這個 negation negation c a or negation negation d a 注意喔 我再提醒一下各位 這個 a 從哪裡來 這個 a 是從 for some x 這裡來 好 所以這個 negation negation c a or negation d a 是從第四個式子呢 做 u i 規則來的 那這時候各位有沒有發現 你現在如果在這裡帶 a 的話 表示你這個 a 已經是用 從 e i 規則來的 a 所以這個時候還能不能回到 for all x 呢 其實已經不行了 因為你已經被它污染了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污染的意思 就是說你在第六個式子用的 a 呢 是一樣的 那第五個式子的 a 呢 又是從 第二個式子做 e i 規則來的 好 所以這個時候 你即使要再從 第六個式子 回到第四個式子也不行 因為它其實已經受到污染了 好 那接下來第七個呢 是第六個式子做 double negation 把兩個 c a 前面的兩個 negation 拿掉 然後接下來我們呢 在第五個式子做 double negation 可以得到 第八個式子的 negation negation d a 就是兩個否定號的 d a 好 接下來 接下來第八個式子跟第七個式子 我們可以利用 d s 規則得到 c a 接下來的規則就很重要囉 接下來各位想 我利用這個 c a 呢 得到一個 用 eg 得到 for some x c x 請問各位 我從第九個式子到第十個式子 我可不可以說 因為我剛剛的 c a 是從 for all 來的嘛 所以我在這裡就變成 for all 行不行 不行 為什麼 你的 a 其實已經是從 e i 規則得到的 那你會說 老師好 那我不要帶 a 我帶 b 可不可以 我帶 b 可不可以 各位想看如果你帶 b 會出現什麼情形呢 如果你在 for all 這裡帶 b 進來 我們當然都說你可以帶 你可以帶 a 可以帶 b 這個時候你的 b 有代表性 可是呢 你就用不到 d s 規則了 因為你如果要用 d s 規則的話 你必須要有 double negation a 你才能用它得到 c a 這個式子 formula 如果你用了 b 的話呢 你根本找不到 double negation d b 這樣的式子 因為你這裡只有 d a 你不會有 d b 的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推論的過程裡面呢 其實如果它已經受到污染之後 它其實就回不去了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這裡用 a 的話呢 其實你再過來你要用 for all x 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它其實是不支持這樣的推論 也就是說你如果在最後一個式子告訴我說 我用 u g 再把它變成 for all x c x 其實錯的 因為這個推論其實是不成立的 所以各位就可以區分出來 從 a b c 這三個題目你就可以區分出來 什麼是受污染的情況 就是什麼時候可以用 u g 什麼時候不能用 u g 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推論的練習 知道它怎麼做 再來第四個題目呢 一樣我們有兩個前提要推出結論 基本上一樣我們有兩個前提 這題難在說因為它的前提都是條件句 所以你要推論其實是有一點點 tricky 就是 你沒有辦法推出你要的結論 然後呢直接做 conjunction 就可以把它連接起來 其實沒有 你必須要透過一些推論 尤其是 hs 假言三段論的一些輔助 你才有辦法做到這件事 所以我讓各位看一下它的推論是怎麼做的 第一個式子跟第二個式子是我們的前提 第三個式子是從第二個式子做什麼 做 u i 得到的 那第四個呢其實把第三個式子做等值率 把它變成双向的 變成 a a 則 negation b a and negation b a 則 a a 我們就把它拆開來 接下來我們取其中一個 我們取它的後面的連沿項 negation b a 則 a a 這個部分呢 把它取出來這是一個 簡化規則 那接下來呢我們再把 5 呢 倒過來 換值換位 換 control position 我們就可以得到 6 的式子 接下來我們在 第六個式到第七個式很顯然是把 b a 前面的兩個否定號 把它拿掉 所以它是利用 double negation 的規則把它拿掉的 接下來把第一個式子 利用 u i 得到 b a 則 c a 我再提醒各位到截至目前為止 各位是不是仍然都在 for all 的情況下得到 a 對不對都沒有利用 for some 所以我還是提醒各位一下 那接下來有沒有發現一個很好的橋樑呢 有我們是發現 b a 其實橋樑在 第七跟第八這兩個 我們的 b a 其實是一個橋樑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得到什麼呢 我們會得到 negation a a 則 c a 利用 h sk 得到這樣一個式子 那接下來我們用蘊涵率就可以得到 negation negation a a or c a 這樣的一個式子 再利用 double negation 我們就可以得到 a a or c a 這樣的式子 最後我們只要加上 1 g 的規則 for some x 加上去 我們就可以得到 for some x a x or c x 這個規則 那我們做完之後會發現一件事 在這裡最後一個式子我們用 u i 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 這樣各位就會熟悉說 什麼時候我用 u g 是 ok 的 什麼時候用 u g 是不 ok 的 在這裡 11 到 12 這個式子裡面呢 我們如果用 u g 規則 得到一個 for all x a x or c x 這個是 ok 的 因為它前面所有的 a 通通都是 for all 來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用 u g 規則 並沒有違反規則的要求 所以它是很合理的 透過這幾個題目的練習呢 我希望各位就注意到 什麼時候我可以用 u g 規則 什麼時候不能用 u g 規則 ok 接下來我們要來進行這個 二元素質以上的這個例子來做練習 那當然我也只做二元素質 當然我們可能會有三元四元到 n 元 那這個題目呢當然都會越來越複雜 所以各位就知道其實要做這個 述詞邏輯或者一 初階邏輯這樣的一個 證明呢其實是 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鍛鍊 所以各位不妨就是從比較簡單的 開始做練習 那以後可以漸漸的去做這個 比較複雜的題目 好 那我們這門課呢 也最多就介紹到二元這個述詞的練習 第一個題目呢是 for all x for some x ps and q x y for some x negation p x 那我們來證明是不可以得到 for some y py and for some x px negation ps and q x y 第二個是說我們有一個 for all x for some y p x y for all x for all y p x y 則 negation q x y 那我們能不能推出 for all x negation y negation q x y 各位發現這兩個式子我都特意挑了一個 你其實用真值數法是很難做的 為什麼 它是 for all 開頭 接下來是 for some 對吧 那我在之前有給各位做過一個練習就是 如果你第一個是 for all 開頭 第二個是 for some 的話 那麼其實你要用真值數做出這個證明 其實做不完的 因為你的步驟會一直一直重複下去 不然各位可以去練習看看 你會發現你根本就做不完 因為你怎麼帶都會繼續要帶下去 但是你用自然演繹法 卻可以做出這個證明喔 所以事實上在 數值邏輯這個呈現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們說過它是 undecidable 的 如果各位還記得我們上次講的不可決定性 有些題目其實真值數做不出來 反而 在自然演繹法裡面它是做得出來的 這就是它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以前在命題邏輯的時候發現 那個真值數法好像比較優對不對 因為它無論如何都可以做得出來 自然演繹法不見得做出來 可是到了這個數值邏輯的時候 我們發現這個真值數法的優勢突然不見了 也就是說真值數法不見得是做證明最好的方式 有些題目在二元數值以上的題目 反而自然演繹法也是比較容易做出來 而在真值數法你反而做不出來 這個情況其實是非常有趣的現象 也提供給各位做一個思考一下 這個實在是太有趣了 就是有一個系統原本是 在命題邏輯很優的對不對 可是在數值邏輯它卻占不到便宜 那有些系統看起來在命題邏輯要弱的 可是它在數值邏輯裡面 反而它好像比較容易做證明 這個其實是有趣的地方 那一樣我們可以各位思考一下 我們怎麼做這個證明 那二元以上當然就稍微複雜一點點 你要這個做出來的話呢 你要很快的想出這個證明 大概會有一點點挑戰性 好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能夠怎麼樣來證明它 我秀給各位看它的證明過程是這個樣子 首先一樣我們有兩個前提對不對 好 那我們要證明到結論我們要怎麼證呢 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步驟 一步一步把它證出來 一樣我請各位不用著急 一定要自己可以證出來 但是呢 一定要看清楚推論步驟是不是合理 就每一個推論步驟它是怎麼做的 各位覺得第三個式子是怎麼來呢 它是從第二個式子做EI規則得到的 好 第四個式子呢它其實是 第一個帶X 進去 所以這個時候才會有 for some Y 綁住 Py 接下來才是 P B and Q A B 利用 B 帶進這個 Y 的位置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有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其實可以把六拆開來 可以得到 P B 跟 Q A B 這兩個都是用簡化率得到的 接下來我們才把 第三個式子跟 第七個式子做 conjunction 可以把它變成 negation P A and Q A B 接下來 A 的地方我們用 X 帶進來 所以可以得到 for some X negation P X and Q X B 那接下來我們再把 P B 加進來 我們就可以得到 P B and for some X negation P X and Q X B 好 最後 再用 Y 來取代 B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 for some Y P Y and for some X negation P X and Q X Y 好 第二個問題各位看到 第一個式子很明顯 它也是 for all X for some Y P X Y 對不對 這個一樣我們之前在增值數的時候 有跟各位說明過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式子的話 它其實是做不完的 好 那我們的目標是要 推論出 for all X for some Y negation Q X Y 那一樣我們來看看它的推論過程 各位很明顯可以看到 我們有兩個前提 好 我們第一步怎麼做出來 我們是把第一個式子做什麼 U Y 規則得到 各位會發現 在這裡呢你其實是不得已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的第一個出現的就是 for all 對不對 所以你不可能從 for some 開始做 這個我們特地講過了 你要用 EI 規則 或者是 UI 的時候呢 一定要讓它在主要的算子的位置 才能夠使用對不對 好 所以一樣這個地方呢 你第一個要先帶 UI 再來你可以帶 P A B 帶出來之後呢 接下來因為它都是 for all 了 第二個前提都是 for all 了 所以你可以根據你想要證的結果 來帶你所要的式子 所以第一個要帶什麼呢 第一個呢你就把 X 的位置呢 可以帶 A 進來 你就會得到 for all Y P A Y 則 negation Q A Y 很簡單 好 接下來你為了這個推論的目標 所以你要記得 你要在這個 Y 的位置呢 帶 B 進來 也就是說如果有同學問說 那我帶 A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但是你證不出你所要的結果 各位要注意 自然演繹法是為了要證明出那個結果呢 你會設計你的這個證明步驟的 好 那接下來第七個會得到 negation Q A B 對不對 我們利用 4 6 N P 可以得到 接下來就是關鍵步驟了 各位注意 從頭到尾你發現 A 是從 UI 來 B 是從 EI 來 所以當我要用 UG 規則的時候 只有哪一個可以用 UG 規則 很顯然只有誰可以用 只有 A 可以用 但是 B 不能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第七個到第八個步驟裡面呢 我們只能用 EG 規則 為什麼 因為 B 並不是從 UI 來 所以你只能用 EG 規則得到它 但是呢 你的 A 可不可以呢 A 是可以的 因為你 A 從頭到尾其實沒有被污染 雖然它跟 B 擺在一起 可是它並沒有被污染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任何一個 A 是從 EI 來的 或者它是一個特定的指稱對象 所以你可以得到 for all S for some Y negation Q S Y 是因為你最後可以用 UG 把它做回來 這個就是讓各位理解說 我們在使用這些規則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什麼樣的限制 OK 希望今天的練習可以讓大家熟悉這些量詞規則 各位可以多做練習 讓你的做得更順暢 謝謝各位 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 謝謝